自从乌家被蚕丝伤洗劫一空后 苏文心便带着乌企豪来找宁毅 想将乌氏布行的蚕丝原价 转给宁毅以解燃眉之急 可乌企豪却没有丝毫的悔过之心 宁毅怎么可能就此放过他 苏文心让他赶紧向宁毅道歉 山穷水尽的乌企豪 只能恳求宁毅高材贵手 宁毅也答应可以将他的蚕丝全部收购 但是指出一成的价格 宁毅见他不同意起身就要走 不管乌企豪如何讨价还价都无济于事 宁毅最终还是以一成的价格收了他的蚕丝 但宁毅并没有赶尽杀绝 还是给他留了一条活路 宁毅邀请他加盟苏氏 两家可以一起做 从此苏家成为了江宁的头家商号 逐迹的生意那也是相当火爆 苏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江宁首富了 挣得盆满钵满的苏家依旧没有忘记阻训 次日便大开周棚救济百姓 老百姓都不禁感叹苏家真是江宁的典范 宁毅与唐尔在回家的路上被席掌柜拦截 席掌柜结设唐尔并找人殴打了宁毅 关键时刻陆红提出手打伤黑衣人 宁毅趁机拿出火冲打伤洗掌柜 两人才得以脱险 陆红提约宁毅北交竹林相见 陆红提要教给宁毅一些防身之用的功夫 只见他快速地将招式比划给宁毅看 可宁毅却不知如何下手 一转身人早已不见了 作为首富的丈母娘和姐妹们打牌 不停地炫耀满身的金银珠宝 姐妹们一看比不过 那就换个话题 他们开始炫耀彼此的孙子 说得不亦乐乎 姚氏一句话都插不上气地起身离开 姚氏去后院找塔儿抱怨他要抱孙子 结果转头看见了塔儿床头的大窟窿 他急忙掀开不连查看 也终于知道原来宁毅和塔儿是一直分房睡的 怪不得肚子没有半点动静 姚氏都快急死了 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 可这种事情也不是塔儿自己能做主的 姚氏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立马命令小禅去把宁毅的房间给拆了 此时的塔儿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小禅爬爬到宁毅的房间 准备了一框工具说干就干 没一会儿功夫就把房间拆得乱七八糟 小禅刚离开耿呼院进来了 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 还以为地震了 一眨眼的功夫 耿呼院就把屋里恢复如初 干得那叫一个漂亮 一连几日都是小禅拆一次耿呼院修一次 这可把小禅筹坏了 小禅这次决定把屋顶也拆了 耿呼院告诉宁毅这几天像闹鬼似的 屋里的东西老坏 宁毅严重怀疑耿呼院贼喊捉贼 结果打开房门屋内一片狼藉 屋顶也破了两个大窟窿 执着的耿呼院要去找个梯子再修一下 屋内都被砸成这样了 宁毅还是没有去塔儿的房间 塔儿都不知如何是好了 塔儿坐在院子里发呆时 听到了下人的对话 塔儿马上有了想法 塔儿偷偷摸摸地来到耳房附近 把救火的箭筒和毯子全部扔掉 接着塔儿把水瓢和木盆也扔了 然后在耳房门口拷满稻草 殊不知这一切全被宁毅和耿呼院看见 他们不明白塔儿到底要干嘛 塔儿四下环顾确定没有人 将火折子扔进了稻草里 大火瞬间蔓延 这可把耿呼院看懵了 塔儿感觉烧得差不多了 淡定地喊人来救火 来人呐 走水了 快来救火呀 来人呐